你帮帮我呗 帮我把手机找回来 镜头前哭诉的是送餐员郑大姐 她在送餐时将新买的手机弄丢了 这部手机实际价值并不高 但是意义不同 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在听了这部手机的来历后 帮助记者表示 一定要帮郑大姐找回来 这部手机有什么珍贵特别的呢 事情要从郑大姐曾经帮扶过的贫困孩子们说起 郑大姐没上过几年学 吃了没文化的亏 她听说村里有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 就想着能帮一个试一个 她同时帮扶了几个孩子 为了养家也为了帮助贫困孩子 她捡过破烂经过工厂 听说送外卖挣钱多 她不怕辛苦 只想着能多挣点钱 帮助更多的孩子们 郑大姐平时生活很拮据 不舍得花钱 自己的手机用了很多年了 也舍不得换 被郑大姐帮扶的孩子们 看到她工作时刷新订单都很困难 于是就通过暑假打工赚钱 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 郑大姐说 她在工作中一看到那部手机 就感到所有的努力 都是在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 工作起来就更有干子 这部手机对郑大姐来说太珍贵了 反正这个手机对我太重要了 而现在手机丢了 郑大姐心痛不已 没有手机 这对于送餐员来说 就是丢了吃饭的家伙 郑大姐告诉帮助记者 自己发现手机丢失后 就立马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可对方一会儿关机 一会儿开机 她又发去短信 也没有收到回复 这让郑大姐感到十分焦急 无助的她只好找到帮助记者帮忙 更让人担心的是 她的手机没有设置锁屏 帮助记者再次拨通这个号码 提示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郑大姐的新手机现在在哪儿 还能找回吗 帮助记者来到郑大姐丢失手机的地方 发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个摄像头的主人 并向她说明了情况 希望可以帮忙调取监控 喜车店老板帮忙查看了 郑大姐手机丢失时段的视频 果然事情有了眉目 在视频中看到 郑大姐在过马路时 手机掉在了马路中间 随后一个小车司机路过 看到地上的手机竟直接将车停在路中间 下车直接将手机捡走 没有停留观望 虽然看到了郑大姐的手机被人捡走 但是由于监控视频比较模糊 看不清对方的车牌号码 只能大概地看出对方的车型 看到事情又陷入困境 郑大姐有些着急 她不知道对方能否把手机还回来 郑大姐说 她除了要抚养两个女儿 还要资助更多身体有缺陷的孩子 和贫困家庭的孩子 新手机郑大姐一直不舍得用 只要能挣钱 多累我都干 我祈祷她也得干 我就想多挣点钱 多挣点钱 让那些能上 孩子能上 能上学的孩子 我能帮她一点 所以我的好手机 就能 系统能好 就能多抢点单 不是 手机坏了 之前的手机坏了 她才拿出来使用 却不想不小心弄丢了 想到这些 郑大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为了能帮郑大姐找回手机 帮助记者陪同郑大姐 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希望可以找到 捡走手机的车主 警察同志 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后 迅速展开调查 最终要在8200多辆车中筛查 工作量十分巨大 郑大姐只能回去等待消息 辖区交警在得知消息后 迅速进入 通过技术力量经过半天的视频排查 锁定了捡到手机的车辆 并联系了车主 车主称当时不是她开的车 是她的朋友 交警向车主说明了情况 让其帮忙联系一下朋友 将手机归还 随后车主将手机放在一处 让交警过去取 并未露面 在帮助记者和交警的努力下 这部珍贵的爱心手机 又回到了郑大姐的手里 几天来她心中的忧虑也放下了 自己又可以全身心地努力工作 郑大姐的话说得朴素 却感人 随后记者联系了郑大姐的老乡 陈先生 因为怕伤到孩子的自尊心 很多次郑大姐都是通过 这位陈先生 把钱转给孩子们 郑大姐用自己不大的力量 去照亮别人的未来 帮助记者和交警 在她感到无助时 对她的热心帮助 也让她感受到了温暖 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希望这份温暖和爱心 一直传递下去